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舒服西夜小教室 我是摩羯座的皮膚科醫師 只講科學證據的宋鳳宇宋醫師 接下來我們這個月還是會繼續談到敏感性肌膚 談到久遭肌膚跟滋透性皮膚炎 千真痘 一些正確的保養方式幫助你們好好的過這個暑假 一堆人講說保養品看成分表就可以了解 好下一張 第一個我們這樣說 在這個世界裡面雖然我們知道政府有規定保養品一定要有成分表 可是你確定廠商的成分表是誠實嗎 如果它的成分表不誠實 你能夠真正得到 藉由成分表知道它的真正答案嗎 對不對 下一張 好假設廠商的成分表都很誠實 這個我們知道台灣廠商都很誠實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比如說我們就說好了 那個成分表裡頭有一個東西叫做玫瑰萃取物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它的玫瑰萃取物是從鮮花上面萃取下來的 還是把整個玫瑰樹這樣子全部切完 然後打碎以後卸下來對不對 你不知道 所以玫瑰萃取物它其實是有等級的 我們至少知道它有工業級 然後醫療級化妝品級好幾種等級對不對 不同等級它有不同的雜質啊 對吧 然後不同的等級有不同雜質 你現在知道等級了 事實上我們的成分表不會標有等級 想像一下台灣的政府真的了不起 就是把那個等級都標出來 基本上現在目前的法規是沒有 它沒有告訴你比例啊 所以它跟你講玫瑰精油1%跟玫瑰精油20% 它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一樣可以告訴你 我放了人參萃取物 對啦對啦 人參萃取物是有效果啦 可是人參萃取物 它總要有一定的濃度才有效啊 那它沒有給你比例你知道嗎 好現在我們知道有比例了 你知道我在保養品裡面放了葡萄柚萃取物 看起來維他命C很多 葡萄柚萃取物 你知道葡萄柚萃取物 跟那個我們吃的抗膽固醇的藥物會產生交互作用嗎 你有沒有聽過農民地上面有那個吃 那個喝酒吃柿子 的傳說對不對 不管對或不對 它告訴你真實世界裡頭有很多東西會有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意思是說 你用了玫瑰萃取物 可是你再用了某種防污劑或再用了某種的酸 它可能產生不可預期的效果 你確定廠商都知道嗎 那我們現在談完了綜合作用 我跟各位講一個實際我遇過的那個業界的例子 很有趣 廠商在製造過程中我們也幫他做了幾乎監測 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整個的過程都很安全這樣 然後他就準備要上市 於是他去測罐子 你知道他測完罐子以後罐子就溶解 我們覺得玻璃罐子最安全 對啊玻璃罐子是細做最安全 結果他的玻璃罐子他也不能用 然後我們就幫他找了好久好久好久 到現在還在找 然後廠商就跟我們說一個笑話說 我的東西很好這樣 可是不能放在塑膠裡面 不能放在玻璃裡面 不能放在皮液裡面 我們到現在還很頭痛 所以就算你知道了 看起來的整體的作用 你還是不知道罐子的溶出 對吧 所以我們來講 看成分表其實你什麼都不知道 對要不要看成分表 可以看 可以看 可是你站在現實的世界裡面 我個人認為他一點參考價值都沒有 他最多只能表現出廠商很合法的遵照政府的規定 想想一下過去這幾年來我們打的疫苗 這些疫苗的規定很嚴格 然後他也標示很清楚 可是我們仍舊出現了一些不可預期的心肌炎 不可預期的關節發炎 我們沒有要指責這些廠商 現實世界已搞 所有的東西到最後 只有現實才是見真章 我們給你的建議很簡單 也許你到現在覺得我們講幾乎間之後 已經聽到都快耳聲長繭了 對啦耳朵長繭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一罐成分表下來 不管他是怎麼樣的東西 他要經過成分 他要經過比例 他要經過雜質 他要經過一大堆東西 最後就算他要安全 你還有罐子溶解這些有的沒有保存問題 其實你就把它擦在臉上 然後拍個照 然後做做顯微照相 你只要擦了以後沒事 就像我常常跟病人講 這件東西好不好 你吃下去不會拉肚子就是好的 拉肚子就不好不是嗎 這不是很簡單的道理嗎 所以成分表可不可以理解保養品 不可以 成分表是沒有辦法理解保養品 他只能呈現 廠商有沒有照政府規定做 除此以外沒有什麼效果 你看我們這麼認真給你看了這麼多的證據 對吧 然後相信你對皮膚的顯微證據 皮膚的科學照顧應該更有經驗 那歡迎您點贊 訂閱分享我們的舒服機業腳踏室 然後把它介紹給你更多的朋友 好我是摩羯座的皮膚科醫師 只講科學證據的送逢儀式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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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次見